Hello,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豆腐好吃的做法 多加两种食材,更加的营养又美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把豆腐切成1.5厘米的厚度 从中间再切一刀,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红椒切丝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香葱切段 洗净的白玉菇切成小段 锅内水烧开,放入一勺盐 把豆腐放入锅内焯一下 去除一下豆腥味 有很多小朋友不喜欢这个味道 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捞出来 把白玉菇放入锅内焯水一分钟 把白玉菇捞出来 把白玉菇捞出来 把白玉菇倒入两颗鸡蛋 搅散 把蛋液倒入豆腐里面 晃动一下大碗 让每块豆腐都粘裹上鸡蛋液 锅热倒入适量的油 这个油的量能摸过锅底就可以 把豆腐放入锅内煎一下 不要着急拌面 这样把锅晃动一下 防止煎锅 煎至一面定型 翻个面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锅内再放一点油 放入葱段和姜末炒香 放入一勺花椒粉 一勺豆瓣酱 先把红油炒出来 放入焯水的白玉菇 继续翻炒半分钟 加入少量的清水 放一点生抽 适量的盐 一小勺白糖 代替味精提鲜 放入刚才煎好的豆腐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炖五分钟 时间到放入切好的红椒丝 翻拌均匀 淋入少量的水淀粉 剥一下芡 烫汁收至浓稠 撒入一点葱花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特别简单的加上豆腐就做好了 豆腐加上鸡蛋煎制一下呢 口感更加的筋道好吃 豆腐炖了五分钟 细足了汤汁也是特别的入味 非常好吃的一道加上菜 喜欢吃豆腐的朋友们可以收藏一下 喜欢乎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